这位长相相当清秀的女模特 她家里的网络故障 打了电话叫中华电信的人员来维修 但是没有想到这维修人员 她以测试网络为理由进到了屋内 竟然对女子上下其手 事后她赶紧脱困之后报了警 而中华电信方面则表示 这维修人员是外包厂商 在事发之后已经喊他们解约 就是被她这样摸 我都已经整个人 就是眼泪都已经快要掉出来 回忆起当时吴小姐还是相当害怕 没想到只是网络坏了 请工程师来修 竟然就碰到性骚扰 平时担任平面模特和展场修girl的 无姓女子单独在台北市东区租了件套房 上个星期三用电脑时觉得网络怪怪的 打电话到中华电信派人来修理 信心工程师先到外面检测泄露 后来以测试网络为由才会进到房间里面 就是说拜托很痛不要这样子 然后我好不容易我整个挣扎坐回来 他又开始摸我大腿 中华电信表示工程师是委外人员 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已经着手处理 刚才我们的安全的主管就马上就叫他 委外公司根本就是不如用 委外工程的品质出了问题 恐怕中华电信也难辞其咎 而被害人让陌生男子进入房间 自己是不是也该提高警觉 听首领 没结架 没结架 有办历 acon